大家好,我是素素 刚刚我发现我的手机充电线寿终正寝了 所以我现在大晚上还顶着大风要去买一根手机充电线 我发现现在的人真的是家里可以没有饭吃 但是手机不能充电好像不太行 现在大晚上有点拍不清楚 这家店的标志是一只企鹅 应该很多来过日本旅游的朋友都知道唐吉科德这个店吧 因为它里面东西很多,很便宜 而且一般都是24小时营业的 我真的很庆幸我家附近有一家唐吉科德 不然这个点我都不知道上哪去买充电线合适 看来以前来这里光顾的中国游客也不少 这大门口就贴着中文的欢迎光临 虽然唐吉科德的货比较全,东西也比较便宜 但我平时真的不太喜欢逛这个地方 因为他们摆的实在是太杂太乱了 要找个东西太难找了 而且我现在转一圈 除了收音台都没有看到电源 感觉想找个人问一问都找不到 我怎么觉得我好像不小心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这好像不是我该来的地方 我还是撤吧 一楼没有找着 我现在要去二楼看一下 感觉每次来唐吉科德买东西都得花好长时间在这里面乱找 生活杂货,日用消耗品 感觉应该是在这一层吧 这看起来好像没有走对地方 还是再上三楼看看吧 累死我了 这一块看起来好像有戏 我再去找一找 我找到它了 这充电线真的好贵 最便宜的也要1380日元 还要加税 我就拿最便宜的这个 顺便给大家感受一下这里在卖的手机壳 感觉款式都很一般 价格还贼贵 有一些就透明的手机壳也要卖到人民币一两百块钱 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考虑来日本做手机壳的生意 说不定能大赚一笔呢 终于买完了 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